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度哽咽 事后他更霸气对台下粉丝说 今天没有嘉宾 只有家人 闪度破表 杨成林在台上透露原定今晚的演唱会 李仁浩真的会到场 但是是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因为很早就订场馆 找他当嘉宾 但是还是希望他会来 所以云端连线的方式 他笑容观众 还可以吗 过瘾吗 接着坦言在唱到暧昧前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紧张 心跳突然比开场前还要紧张 好像有点快控制不住我声音 想着他就快要出来了 不知道是兴奋 紧张 害羞 很复杂的心情 杨成林李仁浩分隔两地第二百二十八天 隔空合唱暧昧 两人的心紧紧细在一起 好甜好暖 现场杨成林一起粉色公主群一如既往的漂亮 视频中李仁浩一身休闲装 坐在沙发上弹吉他为老婆伴奏 二人合唱的暧昧温暖又甜蜜 隔空都能感受到两人声音中的思念之情 网友们更是被这两口的甜蜜差点填称了 羡慕他们的爱情 还夸赞他们夫妻相互尊重 彼此成就 李仁浩的举动自然也被网友夸赞 小眼睛太浪漫了 哈哈 这几日 杨成林在台北举办连续三天的演唱会 除了和老公李仁浩一起帅幸福 还经历一次小惊吓 幸好他平安无事 他开场在两层楼高的高台上唱歌 结束后意外从高台踩空掉到一楼 导致手脚擦伤 幸好有工作人员抱着他 将伤害紧小到最小 唱完两首歌以后 他在台上表示 刚刚发生我20年第一次意外 其实我手脚都受伤了 我一直觉得踩空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没想到20年的演唱会第一次踩空 如此惊吓 李仁浩随后翻文心疼杨成林 还大赞起演唱会很厉害 稍晚杨成林向老公李仁浩报平安 老公不要担心 大家都别担心 我没事 谢谢工作人员的保护 明天和后天我会一切小心的 李仁浩 杨成林自从去年9月领政结婚后 长营工作人员分隔两地 又加上今年的特殊情况 小两口故事很难见面 2015年2月2日 李仁浩正式曝光了和杨成林的恋情 此后的这些年 两人的恋情持续升温 一直都是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2017年的9月 李仁浩在台北看演唱会的时候 想问有大散了一把狗粮 在表演的中途见杨成林请上了台上 随后一把将他拽到了身边 狠狠地亲了一口 亲了杨成林脸都变形了 花容失色 随后这件事情就上了微博热搜 再之后 李仁浩各种羞恶的表现 也屡次出现在网友的视线里 足以看出 他真的是十分喜欢杨成林的 李仁浩固然深爱杨成林 可是网友们却就杨成林对于荣浩的态度 做出了激烈的讨论 还扒出了他和以前的六位男友的故事 出生于1984年的杨成林 比李仁浩大一岁 两个人都是中学辍学 一个疯狂练舞 希望可以早日出道 一个疯狂痴迷吉他和低音钢琴 希望能够早日创作自己的歌曲 两人的学历都不高 但是在追求梦想的态度上 两人却出奇的相似 1999年 15岁的杨成林参加了 年代健康美少女选拔活动 得到了BJM博德曼公司抛出的橄榄枝 隔年他便在《流行花园》里 饰演了小悠一角 开始展露头角 而此时的李仁浩还是一个 末末无闻的普通人 整天最幸运学习吉他和提琴 并且在18岁那年开了一个吉他教学班 同时还组了一个乐队 在一次排店的路上 他还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 薛养了一年的李仁浩 出院之后父亲却又得了白血病 最近世上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血伤加霜 同一时间的杨成林却和其他三个女孩 组成了唱跳组合Fall in Love 并且还推出了当时爆红的一首歌 《一千零一个愿望》 父亲因命去世以后 李仁浩为了承担下你的责任 开始在网上给人写歌 这之前他从来也想不到 他写的歌会受到欢迎 还有人直接建议他到北京发展 放心不下母亲的李仁浩 带着妈妈一起做了北漂 在做主持人的同时 杨成林开始出演偶像剧 他的偶像剧《女王之路》 由此正式开始 而此时的他 一边在剧里谈恋爱 一边还在现实中谈恋爱 罗志祥的好兄弟黄鸿生 外号小鬼 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他和杨成林是华刚一项同学 并且还一起主持娱乐百分百很多年 关系很好 不过这一段从好兄弟变为恋人的感情 并没有走到最后 但两人的好聚好散 直到现在也仍是朋友 据杨成林后来自己爆料 他的初吻便是献给了黄鸿生 2004年 杨成林的暧昧得以大卖 杨成林正式踏入了爆火的行列 拍完《恶魔在身边》之后 杨成林又和邱泽合拍了原味的夏天 并趁机和邱泽开始了第二段恋情 在合作之后 两人就传出了绯闻 不过这次恋情 双方始终都没有承认 多年以后 杨成林在节目上曾说过 自己当时被邱泽伤得很深 还当众落泪 杨成林忙着和邱泽谈恋爱的时候 李荣昊从刚刚开始受到业内的关注 据悉 杨成林在和邱泽谈恋爱之前 其实在和台湾艺人Ben拍拖 他一向Ben送给他的定型戒指 送给了邱泽 这一举断让Ben一度很伤心 这也是杨成林的第三个男人 2005年 李荣昊亲约爱回 开始频繁和台湾艺人接触 而彼时的杨成林又发现了神曲 左边 并进去内地影视界 两人的距离进行拉近 直到2007年 杨成林要发行新专辑任一门的时候 两个人才有了第一次的交集 不过两个人的各项事务都是由公司处理的 其实并未见过面 2008年 李荣昊相继参与了赵薇和陈坤的音乐专辑的制作 事业逐渐开始走上上坡路 就在他忙着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杨成林又交了第四个男朋友 这次的恋爱对象叫做袁俊豪 是台湾刚出道的一位新人 两个人曾被媒体拍下来热闻的照片 袁俊豪还被杨成林带到家里过夜 不过由于此君毫无上级心 半年之后两个人就分手了 2019年 他主演了海派甜心 不良笑花和爱就宅一起 事业如日中天 这时候的杨成林又和李薇的表弟李毅谈起了恋爱 搞笑的是 见面之后 杨成林觉得对方长得不好看 这个恋情就这么的见光死了 除了李毅之外 他还和罗志祥 朱孝天 贺军祥都传出个绯闻 还曾公开承认贺军祥稳机很棒 棒棒堂的王子也曾被爆料多次 在杨成林家中过夜 这算得上是他的第六个男人 不过两个人概不承认此事 媒体只能不了了之了 2012年 李仁浩终于也有了一位模特女友 陆瑶 据传 李仁浩模特这首歌并是写给陆瑶的 在得到天后王妃的赞赏 并发现了一系列的唱片之后 李仁浩终于开始大红大紫 2014年11月 李仁浩在台湾开发布会的时候 对作为公司代表的杨成林一见钟情 之后他便多次邀请他出任嘉宾 为了经常见到他 李仁浩多次飞到台湾去请他吃饭 在李仁浩的穷追猛打之下 杨成林终于接受了他 追到杨成林之后 李仁浩便与陆瑶提出了分手 一男朋友的陆瑶痛骂李仁浩渣男 杨成林第三者 但是却影响不到两个人的热恋 2014年7月11日 就在网友们纷纷议论 李仁浩会不会像前面男友一样 只是杨成林的过客时 两人领证结婚 成为了合法夫妻 杨成林还自称是安徽媳妇 算是给了大伙一个交代 从他们两个人的感激经历中 也可以看出来 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外界说什么 也是不在乎的 那些能够分开的两人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够爱 即使卸下明星光环之后 他们跟普通人生活也没有什么区别 也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吵 也会因为谁做饭 谁做家务的事情 而争得面红耳吃 唯一不变的就是 只让彼此心目中有对方 这段婚姻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这个世界上 爱情的表现方式有很多 杨成林和李荣浩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感情 希望他们长长久久 幸福甜蜜一辈子 不过网友们还是觉得 李荣浩是杨成林玩累了之后的接盘侠 但是娱乐圈明星们的感情 来来回回谁知真假 其等时间证明一切吧